先要做的動作比較難 操控比較不簡單 就是我們要安裝OpenCV 我推薦 我們如果在開發我們電腦圖學專案的時候 我們用最簡單的版本 OpenCV版本 因為我們使用CodeBlast寫程式 所以我今天推薦大家安裝比較小的 2.1.0 下載的時候會有跟你講Visual Studio 2008 等一下我們會講它在哪裡下載 先選擇安裝 接受 這一步特別重要 請勾第二個或第三個 就是說我需要設定好大寫PATH 一旦設定好之後選下一步 它就可以開始安裝 它解壓說在C槽這個奇怪資料夾 解開安裝並執行 這個動作有點複雜 但是你就照著一步步完成就好了 我們有錄影 然後假設這個錄影完成了 我們接下來就要動我們程式碼 安裝完成 那我們順便跟大家講 這個答案從哪裡下載 我們只要開啟我們的 搜尋OpenCV 然後你就可以找到OpenCV的官方網站 它有個下載 就選OpenCV的下載的官方網站點進去 那我們今天網路比較慢 所以它可能要下載很久才載出來 我教大家最適合書學者寫程式的 不是最新版 而是最舊的版本 那我網路上我有錄了幾個資料給大家看 這最新版300多MB 解壓說之後3.7G 解壓說之後3.7G 解壓說之後3.6G 硬碟就不夠用嘛 所以我不推薦這兩個 功能強大 答案太多 不適合初學者 初學者要用2.1 2.1的版本 就10年前的版本 夠新夠好用 然後剛好適合學習 那這個或這個 我推薦下來這個 只有30幾MB 就它了 2.1.0 32未圓 V96 2008 沒關係 因為它可以跨 2008 200XX 通通可以弄 那我跟大家解釋 這個下載之前 我先把這關掉 解釋一下 其他答案之所以那麼大 是因為 它 V9 C++有2010 2012 2013 2015 假設 每個版本都要自己一套 所以它不太多浪費空間 沒必要 而這個呢 2.1呢 跨所有 所有的 都可以跨 所以我推薦用這個東西來寫 假設安裝完了 不是這個 假設安裝完了 我們就可以看我們的 OpenCV 就完成了 這第一個 解壓縮 下載解壓縮 安裝 安裝完了 我們在硬碟裡頭 我們可以在C槽 看到我們的 OpenCV的資料夾在這裡頭 OpenCV 2.1的資料夾在這裡頭 三個答案最重要 Bing Include 跟Live 我們以前都用過 GOT也用過 Bing 就是執行的時候用的 Include就顯示要用的 然後Live呢 是Link要用的 那我們接下來做這個 這個要做 慢慢加了 所以我們要把圖檔 讀進來怎麼讀呢 第一步 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必須準備Include 糟糕壞掉 Include 怎麼變那麼奇怪 Include OpenCV 就開同OpenCV 小寫的 寫線 H-I-G-H GUI.H 這是第一步 開啟一個圖檔 準備開啟圖檔 或開啟做視窗的東西 所以先Include這行 這行是重點一 重點二 什麼時候讀圖檔呢 系統執行完的第一時間 mainloop之前 我們要開始讀圖檔 怎麼讀呢 就是 準備圖檔 I-B-L-I-M-A-G 新號 I-M-G等於 LoadImage 從寫錯 CV LoadImage 這行 第一行是include 有它就可以寫OpenCV的程式碼 就可以讀影像 第二個 這有點難 這個指標 大家一定不是很熟 指標容易出錯 準備個影像指標 我要讀一個圖檔 我讀什麼圖檔呢 我就開一個網系統有一個 最常見的叫圖片 範例圖片 好多圖檔 就是我通常會挑一個其中一張圖檔 這個叫範例圖片 資料夾長那麼噁心 那我們複製過來 貼下去 然後呢 它叫的資料夾名稱呢 會叫做 後面叫做TULIPS 叫郁金香.jpg 郁金香的檔案 就是這個中文郁金香 英文叫TULIPS 檔案就是叫它了 但是呢 記得把斜線 把它改成另外一個方向的斜線 把它改成另外一個方向的斜線 因為那個斜線在西語言有特殊用意 就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換另外一個斜線 好 我們如果把斜線弄完的時候 這個圖檔 就要讀進來了 1.include 2.讀圖檔 那3呢 把圖檔秀出來 所以就是 就是CV Show Image 我要在一個 A的視窗 Show IMG這張圖檔 所以第三 是Show圖檔 然後第四 讓圖檔容易做事情 CV Wait Key 隨便等一個值 比如說等一下 10 等個10個時間 好 我們弄完之後 我們來進行程式結果囉 讓你驚訝的結果出來了 請看 更正 驚訝的是程式寫失敗了 第一 要include 結果他不認識 因為我要設定三個屬性 這屬性呢 我下次三個會再教一次 按 專案 project 的專案設定 project專案設定 我這邊再結一張圖好了 幫助大家做事情 project 專案設定 截圖 然後呢 點下去 裡頭有 路徑 combine的路徑 要加一個新的路徑 加什麼路徑呢 c 斜線 open cv2.1 斜線include 這個路徑加起來 我再結一張圖 然後給他選 確定 他就加進去了 如果這個設定好 include就ok了 點h include就搞定了 我們先給大家看 include搞定的樣子 現在這個錯誤呢 再質疑下 這個問題就不見了 換下一個問題 cv show image 他說image不認識我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這問題跟你講說 分號打錯 跟尷尬 這種程式寫錯了 會被人家笑 那在家 還錄影了 全世界都知道我寫錯了 第二問題是include live lib lib跟live的設定 他無法找到 所以我們要做第二個設定 一樣 專案 然後build的設定 不不不 專案 然後build的設定 我們要在search的目錄裡頭 link的地方再加一個 c opencv2.1 斜線 live的資料夾 一樣結一張圖 選確定之後 他就加進去了 這次我再結一張圖 這個圖 就是有live 第三 要記得 link library要準備好 我們就加 加什麼檔案呢 要加兩個 叫做cv210 加起來 然後再加一個 cscore2 r1 210 這個你沒修過課沒關係 我們有錄影 你就照著看就可以弄完了 然後再加一個新的 叫做hi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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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gy210 有夠麻煩的 所以我們下禮拜會再教一次 不過沒關係 下禮拜會再教一次 好 一看選確定 這幾個都給他選確定之後呢 我們就有準備這幾個東西 就準備好了 準備好之後呢 我們要享受幸福的果實 請看 幸福果實說少第二檔案 第二檔案怎麼辦呢 我們做一個很卑鄙的動作 我們把系統 這錯誤訊息的這個系統啊 c朝有個opencv2.1 我們這個縮小一點點 opencv2.1有的 bin資料夾 就第二檔案啊 這些檔案 找不到 他在這個資料夾 他找不到 那找不到怎麼辦呢 我們就 就 就 用最暴力 變態不好 Ctrl-A,C 複製起來 然後呢 c朝有個windows的資料夾 咳咳咳咳 咳咳 把它倒下去 這個很卑鄙的道法 不符符合人性喔 這個是不好做法 因為我擺明大惡 亂學都沒關係 我把它全部丟到裡面去了 對不對 再結一張圖 丟進去了 好 那麼令人感動 這一刻就到了喔 什麼是令人感動呢 你看 令人感動一個就是 登登 喔 一群箱出來了 有圖檔了對不對 開心對不對 只是他很大 到時候我們準備小圖檔就可以了 我們今天不要太貪心 抓到這裡就OK了 有圖檔 有OpenGL GGLT有個圖在動來動去的 然後我們動的程式碼 就是三部曲 哪三部曲呢 一 Include OpenCV 二 我們要在 四窗 開面迴圈之前呢 先把那個圖檔 圖進來 秀它 為了Key一下 還會秀它 等一下下一個要做貼圖 因為今天時間 差不多來不及了 下一個貼圖就是 我們把這個IMG 折成 貼圖坐標 貼圖的所有設定 它就成功了 那大概十行 但是我們今天 先秀到 這個就OK了 不求快 看到一個笨笨的柴子 然後 打中它 打中它 沒有打中 看就OK吧 關廣播 故事結束